狂擦美白化妆品效果有限 正确做法爆女之 很多民众崇尚一白遮三丑 每天大量涂抹美白或防晒产品 还有人一晒黑就马上敷美白面膜补救 其实这些做法不仅效果有限 更可能刺激已晒伤的皮肤 导致红肿变更黑 一般在户外的紫外线 绝大多数都是波长较长的紫外线A光 会穿透人体表皮进入真皮层 而少量波长较短的B光 则会影响表皮层 当皮肤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 受紫外线刺激时会制造黑色素 让皮肤变黑形成保护 市售的美白产品主要是抑制黑色素形成 或淡化已产生的黑色素 医师说美白产品每次用量只要一颗黄豆大小 早晚包包擦一层就好 多擦效果不大 而要美白其实事前防范更重要 除了戴墨镜遮阳伞等防护措施以外 选购防晒乳也要注意 要抵挡UVB应看SPF防晒系数 例如SPF30代表可把晒伤时间延缓30倍 数字越高防护力越强 而防护UVA则要看日规PA系数 加速越多防护力越强 可依照个人不同需求选购 另外防晒乳会随着时间慢慢脱落 事实补擦也很重要 其实上班都没有流汗 早上吐 那可能四到六个小时补充就可以了 如果到户外吐还能有流汗 甚至有下水的话 那可能限制于一到两个小时 就不需要补擦 大动新闻台北报导